搭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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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嗯.... 我在下午在直播的時候 中間有接到一通電話 那是,動物鬱元打來的電話 然後因為 Flood然後因為 我當時在做直播 所以我就把他掛掉 所以就導致今天下午 我的直播呢 他中間有斷線 那我在直播結束以後呢 我發現原來是動物院打了電話 後來我也接到我老婆的訊息 他告訴我 就在 之前的 那個幹部腫瘤檢查的報告已經出來 這部分的話 因為之前有答應過很多的粉絲朋友們 就是在第一時間 如果說有任何的狀況呢 還是要跟各位報告 所以 我現在就錄這一個影片 告訴大家就是 他的檢查的結果 簡單講 醫院是說 啾啾的幹部腫瘤的部分呢 是良性的 耶!沒錯 各位 感謝所有各位親朋好好的 祷告 念力 祝念 還有所有的一切喔 感謝神 感謝上帝 感謝這個世界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棒的一個 一個答案喔 就是 大家不用太擔心 因為他那個腫瘤是良性的 他並不是惡性的 然後再來呢 就是在 醫生中還是有說 就是每兩個月呢 希望可以 回去醫院檢查一下 看一下那些幹部的腫瘤呢 有沒有病變 或者是有沒有擴散 之類的 那在這中間的時間呢 我們就是只要 呃 給舅舅吃一些 保養的 幹部的部分 的保養品 比如說 什麼牛腸汁啦 荷藻啦 之類的 那剛好我們最近 新換的那個 微寵的那個 寵物的罐頭呢 它裡面就有 荷藻成分 喔 這一切好像都是安排好的 喔 非常的開心喔 所以呢 這個消息呢 第一時間知道 一定要跟各位分享 喔 就心中突然間 有一塊石頭放下來了 嗯 嘖 太棒了 太棒了 嘿 舅舅 舅舅來 你來 舅舅來 我跟妳說一件事 來 不是妳啦 不是妳的舅 快點來 我跟妳講 懷疑喔 快點就是妳 來 跟妳講一個消息 舅 剛剛醫院打來說 妳的腫瘤是良性的捏 良性的喔 賺到捏 哇 太好了 太好了 沒事了齁 還可以 要不然笑一個 笑一個給人家看一下 嗯 親住一下齁 親住一下 給妳脫皮按摩一下 好 耶 耶 太好了 沒事了齁 開心喔 恩 要活久久捏 猜不 耶 太好了 太好了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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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好久不見